大家好,我就是I You Know YouTube Video Maker 的人 那你今次教我什麼呢? 你先猜一下 你看到我現在開了一個WhatsApp 你猜一下我想做什麼,開了WhatsApp 想浪費自己有多少朋友? 不是 那你猜一下我做什麼呢? 好,我就要教你用WhatsApp的一些技巧 首先我們要說一下 WhatsApp的功能就是可以讓對方看到什麼時候上線 還有看到你的頭像 看到狀態 你可以令到有些人不能看的 我們首先要設置 在這裡 然後呢,就按帳號 再按隱私 在這裡 最後上線,所有人 你可以教所有人或聯絡人 或者沒有人 我通常都會教你聯絡人 就免得走人 在這裡 在這裡 看了 那就比較保安 比較安全 那 那 再說一件事 這個是其中一個東西 再說一下 好像在哪裡呢? 是 再按對話和通話 然後自動下載多媒體設定 很多人呢 發出一些多媒體的訊息給你 如果你用數據的時候 出家用數據的時候 是很浪費流量的 所以就要我們去設置 如果不用流量WiFi 譬如一段影片 很浪費你的位置 你又可以去教 那我沒有教影片 那 這個已經是第二個技巧了 當然我教的技巧就不會那麼少 是還有的 那猜一下什麼技巧 之前呢 有人說 WhatsApp很多垃圾 塞滿了它的機器 那之後他就下載了 Apps來清理 那 如果不透過Apps 我們怎麼可以清理呢? 就是說 如果爆到 裝不了那些清理垃圾 Apps 我們怎麼清理呢? 首先我們教大家 去到你的文件那裡 啊 就 就 就要找了 有WhatsApp file的 就在這裡 WhatsApp file 那 有 profile for pictures 就在聯絡人那些 或者group那些 就有些picture的 那你會清走它 那這個呢 就是傳給別人的 那些 那些 那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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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Wallpaper 是壁紙 Course呢 就不知道 email list 就是圖片 那我刪了 那我刪了 我刪了給別人 很必要 這個是文件 Documents 那就 就 Videos就是有片 Voicenotes 相信很多人都不喜歡打字 而且呢 他們是發的那些 是那些 Voice 給你 那你聽完之後呢 如果呢 你好像WhatsApp那樣清的話 你是基本上清不到的 譬如 譬如這個 如果一次過清的話呢 是很難清的 即是你一次過清的話 是清不完的 譬如這樣 它沒有說會刪多媒體檔案 那多媒體檔案 還未刪的 所以呢 我們就要 去這裡 按它 按那個file 就 刪除了 這樣呢 就會令到手機 內容 內存 就會 多到很多 就不會那麼死機了 好啦 這段片就到這裡 就結束了 多謝各位的支持 祝你們 喜歡 出片啦 拜拜